12艘奇形怪状的外星飞船降临在世界各地 为了搞清楚外星人的目的 美国政府派出语言学家 让艾米莱和外星人沟通 人类全副武装严阵以待 终于见到了外星人 他长着7条触角 每条触角还有7根手指 如此怪异的形状 再加上他默不作声 只会学章鱼吐没水 让人类默不着头脑 不过艾米灵机一动 想到了破译的思路 那就是先教外星人学英文 再跟着外星人学外星文 这样就可以好好交流了 说着简单做起来难 可以发现 外星人吐没水也有一定规律 会形成很多个小圆圈 艾米夜以继日 刻苦破解这些小圆圈的含义 不过诡异的是 在艾米破译外星文的过程中 她总是会梦见一个女孩 女孩会叫她妈妈 但最终还是得癌症去世了 看着女孩活泼可爱的身影 艾米内心有了一丝感伤 但这似乎是和她毫不相关的平行世界 因为此时还是孤寡王的自己 根本就不可能有女儿 艾米历经9981难 终于可以艰难地和外星人交流了 首要目的就是确认 他们来地球的意图 这个信息就跟宣战一样 如同定时炸弹 一下子就让全地球的人类 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 毕竟外星人都能到地球了 人类连宇宙都探索不到边 现在很明显是敌强我弱呀 虽然艾米解释 武器的含义也可能是工具 不一定有那么明显的威胁语义 不用那么担心外星大战会发生 但是大佬怎么肯听这种安慰 直接掀下手围墙 在飞船内安装了定时炸弹 好在外星人没反应过来之前 就把这个威胁给清除掉 但艾米不认为外星人的恶意那么大 她决定拯救外星人 于是冒着生命危险 进入了外星飞船内 但外星人似乎预感到了人类的防范 在定时炸弹爆炸之前 就把艾米和工作人员推了出去 随后艾米继续破译外星文 就在将它推出去之前 那些突然吐出来的成千上万个圆圈 含有巨大的信息量 不过大佬表示 这种机密不能给任何其他国家知道 但是中国已经打算向外星人开战了 为了保护人类的前途和安全 究竟要选择武力还是和平解决问题 这个抉择让艾米感到压力重大 艾米为了解燃眉至极 再一次不顾生命危险 突破了屏障 脱下了防护服 直接来到了外星人面前 和他们近距离接触 这是为了让外星人也放下戒心 艾米在展示自己的真实样貌 功夫不负有星人 艾米得到了宝贵的信息 那就是武器并非是人类所理解的那样 而是指外星人自己的语言 他们的意思 是要把自己的外星语传授给人类 由于外星语都是由墨水吐成的小圆圈 没有时间和因果顺序 这也就说明了 他们的思维概念要比人类更加超前 没有被虚无的时间所束缚 将过去现在未来都一视同仁 外星人之所以出现在人类视野里 就是因为他们想要帮助人类 因为在他们的思维里 已经遇见了人类将在3000年后 陷入某种危机 让人类及时掌握他们的外星语 融会贯通的同时 就可以把他们预知未来的能力也学到少 难怪艾米之前在破译外星语时 就梦到一个小女孩叫自己妈妈 那也许就是自己未来的女儿 如今 艾米预知未来的能力也日益增强 比如知道自己写出了一本研究外星语的著作 她更是利用这本未来的著作 帮助现在的自己更深层次地阅读外星语 艾米想求得更好的解决紧张局势的办法 终于在外星飞船中的小飞船降临时 她选择了义无反顾地走进去求解 这一回她来到了一个白雾茫茫的空间内 她也是第一次看到了外星人的真实面孔 巨大无比的奇形物体 有着无比多的触角 她在和外星人的交流中得知 原来曾经那个将她推出飞船的外星人 已经因为爆炸死亡了 艾米深表歉意 因为她也不希望有悲剧发生 她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让人类不要和外星人开战 她询问外星人应该怎么做才能阻止人类的进攻 并且希望外星人将这一讯息告诉其他的伙伴 不过艾米却得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那就是现在的她 可以阻止未来的悲剧发生 那正是运用他们所传授的语言 因为超越了时间的飞线性文字 的确可以做到预知未来 从飞船中出来的艾米如梦初醒 同时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外星飞船 也纷纷像一个碗一样 倒扣在了地面上 这说明外星人已经警觉到人类进攻的意图 并且准备以这种姿态撤离了 艾米不断地发挥自己的预知能力 只见她紧闭双眼 皱紧了眉头 终于得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在一个盛大的宴会上 场内布置好了各国的国旗 来来往往 都是盛装出席的大佬们 当一名中国将军含着笑意 走向艾米时 他还有些大惑不解 直到将军解释到 他想要向外星人开战的本意被他改变 就是因为 将军曾在宴会上将自己的手机号告诉了他 艾米正是为了扭转世界的局势 改变中国将军的想法 所以用了一种巧妙的方式 让这名严肃又慈悲的将军动了心 因为一旦战争爆发 那么双方都将会损失兵将 到时候每个家庭都可能妻离子散 因为丈夫外出征战 只留下了活寡妇 谁都不希望看到生灵涂炭的现象 更何况是有家国情怀的中国人 正因如此 提前感知到这一切的艾米 慌乱地拨通了将军的手机 不过在基地的人员 手机和行踪都被时刻监视监听着 艾米的这一举动 自然引起了探员们的注意 他们下令搜查艾米 此时此刻的艾米还惊魂未定 他不知道说出什么来劝解将军 于是他努力回想画面 那句话让他恍然大悟 就在屋外还有人举着枪 让艾米速速放下手机 否则就要犯下滔天罪行 以此威胁着屋内的艾米束手救情时 艾米和将军同时说出了那句至关重要的话 在宴会上的艾米颤抖着手 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与惊魂未定 在屋内的艾米放下了手机 举起了双手表示被降服 在两个时空中的他都同时感受到了语言的威力 而正是这么一句替护灌顶的话 发挥了艾米强大的交流能力 如此一来 中国将军终于被唤醒 将军召开了紧急发布会 他不再执着于整顿军队 交出武器 才阻止了人类和外星人开战 让全地球村的人们都团结了起来 真正达到了共享与外星人情报的和谐局面 得知了帮助人类的目的已经达成 人类中有人掌握外星女 外星人就驾驶着他们的外星飞船 缓缓升起 像一缕烟一般 在空中消失的无影无踪 仿佛从未来过一般 从艾米第一次听到 人类和外星人交流的录音开始 他就注定了要参与到这项进程中来 这项艰巨又复杂的任务 非常人所能胜任 而对接外星人任务的人 正是拥有深厚语言功底的艾米 不要小瞧了语言的威力 从艾米作为语言学家 所做出的挽救和努力 就可以看出 他在对人类的进程 贡献一份弥足珍贵的力量 追求世界的同时 艾米也提前经历了人生的酸甜苦辣 而这一切 都是因为他懂得了 语言不应该区分时间顺序 以及因果逻辑 在这个基础上 艾米才能够拥有了感知未来的能力 看着眼前的男人 他突然明白自己将要跟他共度一生 他们将要一起生儿育女 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女儿的哀症 无休止的争吵和心痛 但是 哪怕他提前预知了死亡与离别 他也不忘初衷 按照原有的心意去做事 接受了男人的表白 和他紧紧相拥 去完成自己的念想 所以才成就了一段佳话 与其逃避坎坷 不如面对命运本来的安排 这样的义无反顾 才是一种值得歌颂的勇气 因为生命本就是一个周而复始的命题 在轮回中 人似乎总要经受各种苦难 才能够品尝到真正的甜 但这样的甜 才是有滋有味的 唯有看到眼前的足迹 活在当下 不被过去和未来所束缚 才有可能得知生命的真谛 I forgot how good it felt to be held by you